中餐 魯麥 開車過海 騎車 讚我好戲 伊健少春 柳華古仔 紅金布曾志偉 湯瑩瑩 湯瑩瑩 出外拍戲一個月 沒有洗澡開工 早到兩個小時 當然在床上睡三個小時 入行做龍虎舞師開始 有機會轉了用動作指導之後 經驗完口合我 轉了去做掌門人做主持 又試過做電台的開麥克風 做DJ 突然德哥去年開始 他就問家郎 記不記得你答應過我 其實在十年前 潘家德監製 我拍《王老夫搶親》的時候 他覺得這個題目 他很喜歡 他說有機會 想演一次舞台劇 如果是 他跟我約定 如果是 我很想你做這個王老夫 提起十年的約 之前我們約定 起劇 做回演員 有機會就試一下 我覺得這次是一個非常好的機會 我太久在幕後看不到自己 接了這個工作之後 我看照片和朋友拍 和黃金兄弟都見過拍 有時相聚拍 哇 我胖了那麼多 尤其是這個是喜劇 我經常想一些開心的事 怎樣引到觀眾笑 整個人就舒服了 這個階段我覺得 我覺得上天安排給我 讓我去休息一下 想想不同的事 可能之後我又回到 動作設計 我又再在併領伯娘 再落力 我覺得舞台劇 和我之前的工作不同 它似是拍電視劇 但電視劇來說 都可以分很多日去完成 觀眾的反應是遲些才回來的 舞台劇是不同的 你排的時候已經知道 一排的時候 現場的工作人員 所有的排的演員 他馬上給到你的反應 你有沒有笑 他馬上給到你的 滿足感是馬上的 所以我覺得 也是一個新的挑戰 我拍完拆局專家之後 有否跟志文和元慧很友善 或者沒有聯絡 又不會沒有聯絡 但又不會天天見面 因為我們有個群組 是偶爾 一個時一個時 就會跟大家說 hello 樂隊的時候 又會說 我看到你脫了衣服 又在跑步 忍一下阿嬸 我們偶爾會這樣聊天 是久不見 但一見到面 我們有很多話題可以說 不用特意想